诗鬼书,西南山村的诡异命运 一,意外的赌局 我出生在西南的一个小山村里,这里山高水远,四季分明,却也与世隔绝 村里的人们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父辈们一辈子都在这片土地上打转,仿佛命运早已注定 然而,我的命运在一场意外的赌局中发生了改变 那一天,我和村里的几个小伙子在村边的老柳树下打赌 书家得接受书家要求的一项挑战 结果,我成了书家,被迫前往村边的古墓探险 这座古墓据说来自汉代,已有数百年未被人涉足 在那座阴森的墓穴中,我摸索着发现了一本古籍,诗鬼书 这本书的封面用黑色的布面裹住,书籍上坠满了古老的符文 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意义,只是抱着一点好奇心,将它带回了家 二,鬼怪禁忌的大门 回到家后,我拆开了那本古籍,翻看著书中的内容 书中记载了许多关于鬼怪,禁忌和驱邪的知识,让我感到既惊异又兴奋 原本我只以为这些都是虚构的故事,然而随着书中内容的深入,我渐渐发现了其中的真实 书中提到,汉代的贵族和道士们常用这种书籍来处理鬼怪的问题,并且附有许多古老的法术和咒语 看着那些神秘的符文和咒语,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呼唤着我 三,白衣女鬼的出现 随着我对《诗鬼书》的深入了解,我发现自己的生活逐渐变得异常 第一个异象发生在夜晚,我在家中读书时,突然感到一阵寒意 抬头一看,屋子里竟然出现了一位白衣女鬼,她的脸色苍白,双眼深邃,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 白衣女鬼出现的时候,房间里的空气变得凝重,我能够感受到她的不安与怨恨 她低声诉说着自己的悲剧,原来她在生前被冤屈致死,死后无法安息 她的出现让我感到惊恐,但我也知道,我必须帮助她才能平息这场灾难 我试着依照,诗鬼书,上的咒语和方法,与白衣女鬼进行沟通,最终成功地解除了她的怨气 她的身影渐渐消散,房间里的含义也随之消失 我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诡异事件等待着我 四,失眼危机与恐怖写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发现,诗鬼书,中记载的内容逐渐变得现实 村里的古墓被我无意间打开,竟然激发了一系列的怪异事件 曾经安静的墓地变得不安宁,古墓中传出郑郑英森的声音 有一天,我在村里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老者 他告诉我,古墓中藏有一种名为失眼的怪物 这种怪物拥有强大的力量,能够操控尸体 老者告诉我,失眼最近开始对村民展开袭击 造成了许多恐怖的写诗事件 我决定依照,诗鬼书,上的方法,前往古墓中探查真相 当我进入古墓时,见到了那些被失眼操控的写诗 他们的眼睛闪烁着红光,身体扭曲着,散发着可怕的气息 经过一番奋斗,我终于找到了失眼,并成功地将其封印 虽然解决了当前的危机,但我知道,这仅仅是众多挑战中的一个 5.悲惨怨因的纠缠 随着失眼事件的平息,我以为一切会恢复平静 然而不久后,村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村民们开始抱怨,夜晚总有一个悲惨的婴儿 啼哭声回荡在村中,这声音让人心神不宁 我查阅,诗鬼书,发现书中提到了怨因的故事 这些婴儿在生前因为不幸的命运而无法安息 死后会变成怨因,继续在世间游荡 这些怨因会不断地啼哭,寻求帮助,让人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我决定再次前往古墓寻找答案 经过一番努力,我找到了一本古老的经文 上面记载了安抚怨因的方法 我依照经文的指示,准备了祭品,并进行了相应的仪式 最终,怨因的哭声渐渐消失,村里恢复了瓶颈 六,人鬼情未了的纠葛 在解决了怨因的问题后,我以为自己可以安心过日子 但不久后,我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一个人鬼情未了的故事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一位已故的男子在生前对我有着深深的怨恨 他的灵魂徘徊在村中,寻求报复 这位男子的灵魂有着强大的力量 经常在夜晚出现,对村民进行骚扰 我决定再次使用《诗鬼书》中的方法 与男子的灵魂进行沟通 经过一番努力,我了解到了他生前的痛苦和遗憾 最终帮助他完成了未了的心愿 男子的灵魂得以安息 村中的怪异事件也因此平息 我感到一丝欣慰,但同时也感到疲惫 我开始质疑自己,为什么总是会遇到这么多诡异的事件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诡异事件后 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和命运 我意识到《诗鬼书》虽然给了我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它也让我深陷于鬼怪的世界中,无法自拔 我开始反思自己是否能够摆脱这些困扰 回到平静的生活中 最终,我找到了一个答案 或许,我的命运本就注定要与这些鬼怪纠缠在一起 因为我拥有了《诗鬼书》这本书选中了我 我决定继续履行自己的使命 保护村庄,解决那些诡异的问题 同时也寻找自我解脱的途径 8.结尾,守护与使命 在经历了许多怪异事件后 我逐渐接受了自己的角色 成为了村里的诗鬼专家 《诗鬼书》让我看到了鬼怪世界的真实 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我不再逃避,而是勇敢面对 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虽然我的生活仍然充满了诡异与挑战 但我学会了在这些困难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知道,无论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 我都会坚守自己的信念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村民们对我的能力也逐渐认可 他们的敬意和信任让我感到欣慰 每当有新的怪异事件发生时 他们总会第一时间来找我求助 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与村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有了更多的意义 9.寻找自我解脱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开始寻找自己的解脱之路 我不再只是执着于解决每一个诡异事件 而是希望找到一种更深层的理解 为此,我开始阅读更多关于鬼怪和灵魂的书籍 参加一些古老的仪式和学习古老的智慧 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位年长的道士 他对我说,你之所以能够处理这些诡异事件 是因为你具有特殊的命运和能力 但是,真正的解脱 不仅仅是解决外界的问题 更是寻找内心的平静与理解 这句话让我深思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内心世界 寻求内心的安宁与平和 我学会了冥想 学会了释放自己的焦虑和恐惧 逐渐的,我感到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平静 面对鬼怪的挑战也变得更加从容 十,新的开始 在经历了重重挑战和探索后 我决定将我的经历与知识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开始撰写一本书 记录下我在处理鬼怪问题中的经验和心得 这本书除了分享解决诡异事件的方法外 还包含了我对于人生,命运和内心的反思 我的书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人们对我的经历和见解充满了好奇 我的故事被传送开来 成为了许多人的启发与指引 我也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学者和专家 与他们讨论鬼怪和灵魂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仅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也找到了新的方向 我不再仅仅是诗鬼专家 而是成为了一位探索者和分享者 我希望能够用我的精力和知识 帮助更多的人解决他们的困扰 找到自己的答案 结尾 守护与探索 随着我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已经从一个人的探索 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分享与启发 我将继续探索这个充满神秘的世界 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同时也寻找内心的平静与理解 我知道 这条路充满了挑战与未知 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勇敢面对每一个诡异事件 我将以我的精力和智慧 去探索更深层次的真相 守护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 无论未来还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我都会以坚定的信念和勇气 去迎接每一个新的开始 我知道 这条探索之路才刚刚开始 而我 也将继续在这条道路上 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与幸福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